听我说谢谢你是什么梗 听我说谢谢你原本是一首表达感谢的歌曲 但最近突然变成了跟风和形式主义的代名词 事情源于一位网友发布了自己孩子为核酸检测人员跳手势舞的视频 本来是件好事 但自从这类视频火了之后 就成了各地各校进行跟风的好榜样 这真的尬的抠脚好吗 表面上是在感谢检测人员 而实际却是在罚站 毕竟人家专门来感谢你 你总不能扭头就走吧 最后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了 开始为核酸检测人员发声 昨天亲眼看到 排队做核酸一个母亲领的孩子 拍到了 小音响一放 小音乐一放 让孩子给跳舞 总给你消心心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让孩子来跳舞了 孩子是好孩子 家长有点正事嘛 直到现在 网上已是一片讨伐之声 甚至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 身上就会产生不适感 要我说 你要是真想感谢 就直接刻一个 就好好配合工作 让检测人员早点下班休息 就是最好的感谢了 好了 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